今年四月底 好市多的柯克兰冷凍三种综合酶 还有柯克兰冷凍草莓 接连被验出A肝病毒 影响超过四万人 消息会认为 业者退一赔一的补偿方案 是不负责任的慰问措施 正式为一百三十五位消费者提出团送 总计是求偿一千一百零七万多元 拿出厚厚的诉状 消息会律师团来到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庭 替一百三十五位消费者提出团体诉讼 因为日前好市多所贩售的冷凍三种 综合莓果 蓝莓以及草莓 接连减出A肝病毒 影响国内消费者四万多人 消息会认为好市多退一赔一 是不负责任的慰问措施 对于消费者顶多是只有他买卖的金额的 一倍的这样子的一个补偿而已 其实对其他的这个消费者的一些精神上赔偿 这部分其实都没有的 消息会表示事发致敬好市多 维持低调仅声明 可以凭购买记录和会员卡退款 以及加以备按购买食品之价额赔付 而且在最后使用日期 60日内出现疑似A型肝病的症状 检验补助美人新台币500元 确诊将负责医疗费用 认为该公司事前未尽到商品把关之责 事件发生后又未道歉未谈及赔偿 因此提出产品费加上医减费 以及精神抚慰金的三倍惩罚性赔偿 合计求偿金额1107万2620元 针对此团送事件 好市多表示会持续主动与效机会联系 理解细节及看法 同时以消费者的健康为前提考量的情况下 持续努力以及持续沟通 记者为林志健特别报道